诸仁则 就是说 跟所有的大德 仁则就是好像我们今天在讲的 诸位大德 维某节就是他生病的时候 很多人去探病 然后他借这个探病的时候 他依照众生的根器给他们讲佛法 诸仁则就是诸位大德 欲得佛生断一切众生病者 因为他知道说众生都是有病 你要断掉所有的病 你要得到佛的法身 就绝对没有病 人生都一定是有病的 不要以为说自己很健康没有病 其实都有病的 变来变去 而且这个病变来变去 一下子这个 一下子那个 尤其到他老了就知道了 全身都是病 很多器官都已经慢慢开始发生病变了 一个病变接一个病变来的 所谓这个好像说伤膏 三高这个毛病 三高都有病变 随便一个Dibinis Dibinis 它有三种很大的病变 还有很多小的病变 第一个 四网膜病变 Dibinis 它有四网膜病变 另外呢 肾脏的病变 肾脏病变 这 木梢神经的病变 这 就有这三种病变 那是比较大的 另外还有很多小的呢 还有很多小的病变 所以我们全身啊 都是病 众生有病 维摩节讲的 众生有病 我有病 因为文摩节也是属于众生之一嘛 那时候它是一个居士 所以它当然有病 但是它是借这个病 来告诉所有的众生 应该要得到佛身 因为你得到的佛身 法身以后呢 它可以断掉一切众生的病 所有的病都没有了 法身不会有病 而且一直 这个人生就绝对有病 我曾经讲过啊 从头一直到脚 都是病 连指甲都会有病 这个指甲本来是 没什么病的 这指甲也会有病啊 像那个 那个灰指甲 灰指甲就是病啊 那指甲是很坚固的东西啊 它还是有病啊 它会得到灰指甲 另外呢 那个头发也是有病 头发怎么会生病啊 会啊 怎么会病呢 头发会掉啊 中间就跳 一个地中海啊 地中海啊 长不出来啊 而且头发还会变 不管你是什么颜色的头发 全部到最后老的时候全部变成白色 金发你啊 到老的时候还是变成白 变成白色的 黑头发也会变成白色的 另外呢 黑头发的 金头发的 不管你是什么银头发 铜头发 全部到最后老的时候 全部变成白色 所以这个 真的头发也是很那个的 很微小的 很微小的东西 都有病变 佛身跟法身 是没有病变的 而且是永远存在的 你能够修行得到法身 我相信有些人可以看到 师尊的法身 师尊的法身 我这个肉身 是有病的 我讲过我今年 实在是 79岁是 不是很好的年 一下子 一下子 这个肠胃不适 一下子血压降不下来 等血压调整 好了 肠胃也调整好了 水的毛病来了 水的毛病来了 脚水肿 脚水肿 为什么脚会水肿呢 很简单 你不要以为药 就一定可以治病了 药也是有负重用 医生有这样子告诉我 降血压的药 负重用 就是脚水肿 就是脚会水肿 那要怎么办呢 医生他告诉我 第一个 脚会水肿 你就喝水喝少一点 但是还是要喝 要走中道 就信宽医生跟我讲 信宽他说 你喝了那么多的水 我每天喝很多水 你本来就是脚就水肿 你又喝很多的水 这水给你排掉 你又喝很多的水来补充 所以你只要走中道 该喝的时候喝 不该喝的时候 不要一直灌水 第二个 你不能吃盐 太咸了 脚会水肿 脚会水肿 不可以吃盐 盐不能吃太多 第三个 你的高血压的这个药量 要稍微降一点 不要超过标准 你超过标准 就引起你脚的水肿 吃多到无益 药就是毒 药也是毒的一种 它有副作用 每一种西药都有副作用 不管是西药中药 全部都有副作用 他告诉我这三种 第一个高血压的药 要降 第二个 不可以吃有盐的水 像那个 我很喜欢喝那个 台湾的素跑 就是健康饮料 还有喝那个气泡水 气泡水 那里面含的盐的成分都很高 或者饮料的 或者饮料 这个叫做什么 饮料 饮料知道吗 就是气泡水 那里面含的这个 含的盐分非常的高 我就是喝气泡水 喜欢喝气泡水 喝太多了 那个叫做运动饮料 又叫做运动饮料 里面含的盐分很高 它是补充你身体的水分 但是含的盐分很高 那个不能喝的 还有那个眼鏡 是不能够喝的 也就是那个很多种这个蛋白质 营养都在里面 眼鏡 那不能喝 对啊 眼鏡 所以那个性宽医生跟我讲 你这三种要禁掉 第一个水不要喝太多 第一个盐不要吃太多 第三个 那个药 不要过量 要降低 你的脚气肿才会好 脚水肿 很多毛病的 人身体怎么做这种毛病 我现在读这个《维摩结经》才知道 是四身不净会恶充满 可是身体真的是很弱的 你先小心一点 你身体如果是在 那个微血管方面 你有一个破洞 有细菌一进去了 就变成蜂窝性组织炎 那是感染 你感染了细菌在你的身体里面 你那一块整个红肿 又红又热又痛 又肿起来 那就是蜂窝性组织炎 那必须要用康生素 去给它停止 杀死那些细菌 你那个蜂窝性组织炎才会好 我也得过蜂窝性组织炎 身体真的是没用 法身就没有病 我自己的法身没有毛病 那个印尼 印尼的 他叫玛雅 我叫他我的玛雅 我们常常 哎呀 我的玛雅 我的祖母 我的祖母 我的玛雅 玛雅 你有没有看过 师尊的法身 有啊 我知道你看过 他看过师尊的法身 说很多人看过师尊的法身 因为他印尼来的 我就可以点他的名字 台湾来的 我可以点他的名字 那个 韩瑜 韩瑜 看过法身 可是法身有没有跟你讲话 你看法身都会讲话 法身都不会病的 他可以不用睡觉 法身不用睡觉 佛身也不用睡觉 他不用吃东西 他也不用吃东西 真的 说得到佛身 是实在很好 将来呢 我这个弱身 不见了 我法身还在 而且法身 你看跑到印尼 去找我的妈呀 可以跑到台湾 你不要以为说 韩瑜现在人在美国 我的妈呀 她现在人在美国